法國公會十八號是發動了全國大罷工 要求提高薪資 學生還有通勤族 因為交通中斷而形成延誤 巴黎的示威行動中有十億人被捕 九名員警受傷 這是比此前已經持續數週的勞工行動的延續 公會誓言接下來幾週將會對總統馬克宏 採取進一步行動 尤其是退休金改革 儘管隔著柵欄 但群眾推擠 正面朝警方靠近 爆發衝突 有員警受傷 少數示威者被捕 有人高舉掩護以及標語 告示物價就跟冒煙一樣不斷竄生 根據內政部的說法 全國有十點七萬人走上街頭 包括巴黎的一點三萬人 不過法國總公會回報 巴黎有七萬人參與 這場行動造成交通中斷 學生以及通勤族受到影響 有些人花了比平常更多時間在交通上 這場大罷工延續的此前已經持續數週的煉油廠罷工行動 他們與政府在法國主要煉油廠和除油庫的罷工議題上陷入僵局 之前發生各地加油站供應出現短缺 等待加油的駕駛人大排長龍 尤其法國北部 中部以及巴黎地區影響盛聚 道達爾能源集團已與其他較溫和的工會 達成百分之七加薪與獎金協議 左翼的法國總公會則要求加薪百分之十 法國總理博恩表示 全國僅不到四分之一的加油站缺油 比之前的三分之一燒降 馬克宏政府希望儘快化解這場危機 以徵用權迫使部分罷工者 重返工作崗位 獲得法庭支持但激怒工會 不過當局也正對業者施壓 希望再可能的情況下提高薪資 公視新聞黃遠玲編譯